大家好,我是可家妈妈,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这里每天为您分享各种实用的养生知识 希望能给您的身体带来健康 俗话说,秋不补,冬受苦 特别是对于过了50岁的中老年人来说 身体机能下降 更要抓住这个环境季节,适量进补 增强抵抗力,为入冬打好基础 都说,要补,不如食补 既解决了日常温饱,又能增强体力,安全,又营养 千万别舍不得花钱 只有健康的身体,才能让中老年人生活有质量 其实并不是月贵的食物,进补效果好 有些虽然普通又常见的食材 同样也有很强的滋补效果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种营养又美味的食物 在秋冬季节遇到它,千万别错过 好吃又营养,而且特别的便宜 中老年人一定要多吃 滋补秋照,安稳过秋 一起跟着视频来看看吧 首先准备一个芋头 芋头是我们日常 进步的好帮手 不管是大芋头还是小奶芋 都是好芋头 尤其是进入深秋 天气迅速转凉 温照转为凉照 人体正需要温补滋养的时候 适量的吃芋头 很好的卫生体提供能量 芋头可以当主食 也可以当配菜 还可以做各种点心 中医认为芋头性贫、胃肝、心、乳肠、胃筋 具有异味生精、宽肠通便、化痰散结、补中益气等等的作用 特别是上了年级以后的中老年人 如果每天适量的吃一些芋头 能为身体带来很多益处 芋头所含丰富的莲液造素和多种微量元素 能有效的提升食欲 帮助消化 特别适合日常疲倦、乏力、精神不振 气短多汗、频繁感冒 以及出现早衰等问题 还可以润肠通便 特别是很多上了年级的中老年人 排便都比较困难 而芋头中含大量的膳食纤维 能够促进肠胃蠕动 起到润肠通便、改善和预防便秘的发生 还有芋头中的莲多糖和膳食纤维 共同作用 可以增加饱腹感 帮助减少热量的摄入 孕妇适量地吃一些芋头 对于润肠便秘、肥胖症等 都有很好的治疗效果哟 特别是有一些中老年朋友 经常会有痛风或膝关节疼痛 而芋头它是碱性食物 能够综合体内积累的酸性物质 调节人体酸碱平衡状态 从而缓解痛风患者、关节肿痛等症状 芋头我们先把它的皮给它去干净 然后切成自己喜欢的大小块状 切好就放一盘备用 接下来准备10克左右的莲子 秋天是干燥的季节 这个时候吃莲子是正当时 莲子具有脂阴、润燥、润肺、止咳的效果 对于缓解秋灶引起的咳嗽、喉咙痛、鼻干、烟灶等症状 都有很好的效果 秋天是养心的好时节 而莲子具有很好的安神、助眠的作用 适量的食用莲子能够帮助改善睡眠质量 对于失眠多梦、心烦意乱等不良的症状 都能起到缓解的效果 莲子还具有补皮、止蟹的作用 能够改善脾胃虚弱、消化不良等症状 在秋天这个季节里 适量的食用莲子能够帮助调节肠胃功能 促进消化 莲子我们可以用新鲜的、也可以用干的 但是不管是新鲜还是干的 最好把莲心给它去除 因为莲心它非常的苦 如果不去,容易引向口感 接着准备15克的花生 秋季正是丰收了季节 硕果累累 遍地环境 在秋高气爽的秋季 最适合吃上一些补身体、补根基的食材 为即将到来的冬天 打好基础 腿脚有劲、身体健康 深秋吃一饱 秋冬腿脚好 这一饱就是花生 花生素有长寿果的美誉 它富含蛋白质、钙质 对中老年人或者是孩子来说 适量地吃花生 能够促进骨骼发育和生长 秋季不凡适量地吃一些花生 可以煮着吃 煲汤吃 也可以蒸着吃 或者煮粥、炸豆浆都可以 但却不建议油炸或炒着吃哦 接下来准备20克左右的糯米 糯米的量可以减 也可以加 糯米是一种常见的大米 糯米含丰富的碳水化合物 其含量在所有穀物当中是最高的 能够被机体迅速氧化分解 在短时间内释放大量的热量 是供给机体热量的主要来源 糯米还含有蛋白质、脂肪、糖类、钙、铁磷、B组维生素等 为温补强壮 也粘益瘦的好食材 接着再准备20克的小米 小米是一种古老的粮食作物 它不仅美味可口 更温含着丰富的营养价值 小米最突出的功效 那就是对肠胃非常的好 尤其是很多中老年朋友上了年纪以后 胃口都不怎么好 适量的去吃一些小米 就能够健脾、养胃、提高食欲 小米中含有丰富的维生素B1、B2和烟酸 有助于维持神经系统健康 减轻疲劳、改善心情 维生素E作为抗氧化剂 维生素E可以清除致油肌 延缓皮肤衰老 保持皮肤的弹性 钙有助于维护骨骼健康 防止骨质疏松 铁提供造血所需要的原料 对于预防和改善贫血 都有很好的帮助 用清水把这几种食材 给它淘洗干净 然后直接放入锅中 加入适量的清水 先给它们浸泡半个小时 半个小时后再把切好的芋头给它加进来 盖上盖子用大火煮开 转小火煮30分钟左右 亲爱的朋友们 视频看到这里了 如果觉得我的视频对您有帮助 请动动您发财的手 在下方给我点一个免费的小爱心 感谢您的支持 30分钟后 我们的小米粥就煮好了 看着就非常的有食欲 加入少许的食用盐 搅拌均匀 就可以装网开吃了 这道粥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去食用 当做早餐既营养又好喝 对身体有非常好的补益效果 尤其是在秋冬季节一定要多喝 织不干肾 强壮机体 还能够有效的预防老年痴呆症 和骨质疏松的发生 好了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哦